大家好 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个屏幕保护程序 在Windows和苹果Mac系统上都可以使用 这是一个翻页时钟效果的屏幕保护程序 是免费的 这个视频教大家如何从它的官网下载 因为它的官网服务器在国外 我们从国内访问速度可能很慢 甚至打不开 如果有需要的同学可以给我发私信或者留言 我会把它放到网盘上 这个屏幕保护程序我已经用过很多年了 我每次都会去它的官网下载 最近换了M1 Air的笔记本 竟然把这个屏保给忘了 因为用新电脑的这段时间 我在用苹果Mac系统上自带的一个屏幕保护程序 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它的名字叫阿拉伯式花文 这个屏保我之前没有看到过 可能是最近这几个苹果新系统才具有的屏幕保护程序 是动态的效果而且会经常变 效果很不错 但是这个屏保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就是它的占用资源比较多 比较耗电 就是因为喜欢我才用了半个多月 但是因为耗电的原因 也可能是看腻了 我又想到了用了很久的这个翻页时钟的屏保 后来我一想这个屏保从哪下载呢 我居然把网址给忘了 网上有很多这款屏保的下载和截图 都没有保留它的英文原名 还好最后被我找到了 做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它的官网 我把网址打在字幕上 点击第一张图片进入屏保的介绍和下载页面 它会弹出一个广告 我们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下面是下载 左侧是苹果系统 右侧是Windows系统 苹果系统是最近更新的 2021年11月22号 上一次更新是去年 2020年的3月6号 这个新版本很不错 它支持最新的MacOS 12 就是Montory 而且还支持苹果的自研芯片 Silicon Windows最新版本是2021年的3月6号 1.51版 苹果版和Windows版都是免费的 从它的官网下载 安装方法也很简单 双击打开下载的DMD文件 它会弹出一个包 里面有三个文件 其中这个RTF是说明文档 它里面介绍了如何安装 如何卸载 虽然都是英文的 但是也比较简单 这个视频都会和大家分享 双击第一个图标开始安装 它会提示是给当前用户安装 还是给所有用户安装 确定安装之后 它自动会来到桌面和屏幕保护程序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翻页时钟的屏保 下面有一个屏幕保护程序的选项 可以设置时间格式 还有缩放大小 我比较喜欢24小时的格式 那个缩放最好把它变得小一点 会更有感觉 如果特别大的话 会充满整个屏幕 个人感觉不是很好 这样这个屏保就安装完成了 下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屏保如何删除 因为这个屏保不大 我是不删除的 删除方法也很简单 先按住键盘的Ctrl键 再按一下这个屏保的搜据图 它就会弹出是否删除当前这个屏保 这样就可以删除卸载了 屏幕保护程序安装之后 桌面会有一个挂载包 我们可以点右键把它弹出就可以了 这款屏保在苹果电脑系统上的安装方法 和卸载方法就介绍到这里 它的Windows安装方法更简单 我想就不用介绍了吧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Archer 我们下次见